婚林管政府基盤全国国籍日婚林密报合党 邀请婚林国际台海高书所民书来到台西海高国宿处 带台西国省的小朋友实在海高国宿处 自动建立以及立宿 希望陶队外党让小朋友对国籍三星庆祝 自适合建立文化保障与民的关联 婚林管政府基盤全国国籍日婚林密报合党 来到台西海高国宿处 带来婚林科基台海高书所民书 带台西国省的小朋友来实施国宿处 自动建立的立宿 希望能让小孩资金就不会用文化保障的关联 我们今天邀请到苏民修教授来台西海口故事屋 来跟我们的台西国小的学生的互动 那所说的主题就是教小朋友 他们来认识老建筑日式建筑的一个构造 他的空间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说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小朋友以后他到日式建筑里面 能够更有感觉 那未来对这个老建筑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 也能够有一些概念 带小朋友实在高级 对教授来说也是很新鲜的体验 老师对建筑本身的立宿 讲到建筑来报的设计 原本和怀怒孩子的感觉无聊 也才是太困难 没想到小朋友吸收地式的能力和速度都非常好 听完之后是对高级竟然有倾诉 那么我们在现场 那么跟小朋友除了介绍这个建筑之外 那么也做了一个巡回的等于室内外的导览 让小朋友那么能够去理解到 从实质的空间去理解到 他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价值跟他的美的地方 那希望能够唤起他们保存或者是喜爱 或者是能够亲近这个历史建筑 那这个就达到我们半古记日的很重要的目的了 就是大开眼睛 一个老屋可以以前是这样的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是经过这个教授介绍后 我更加了解这个老房子很有趣 因为又可以增加知识 海口故事図为了给大家 可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留下纪念 是准备后应有纪念中的民性品 要来送给大家 在这个婚姻密布何等结束进行 来到国故事図参观都可以领处 我们在海口故事図有提供明信片 让民众来参观的 会可以盖印章记给他的朋友这样子 10月3号之前来这边参观 我们会提供明信片让你们盖 可以记给你们分享给你们朋友这样子 本年密布的外团到10月切衫 为止对高级有幸福的民众 就要好好把有机会来参加 上月规定的外团 记者 王康宣 彩虹 博多